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主要是你又下面组建一批非常有自身能力 非常团结的团队跟着你 因为这个团队会决定你能不能把你自己的主意 你的自身能力能放大五倍十倍 放大一百倍 这个是最主要的 还有一点 用人一定要用得好 有时候你会招错人 没关系 你给机会 但招得不好 也不一定会用下去 也要放人 这个是今天做领导师有时候也是非常困难一件事 并不是说整天好好人 你要给机会 但如果是切实不合适的位置 你要放 对吧 因为如果你放得不快 会对公司带来一些损失 因为你的整个机会会实现很多机会 就如果真的有害群之马 也得及时提出 是吧 也不见得说一定害群之马 就是说有些人确实是不合适这个岗位 因为他占了这个萝卜 可能占了一个坑 对吧 占了这个坑以后 因为这机会 就其他人不能花为这个机会 反而会产生一种不是正的效果 负的效果 因为会对整个团队的士气也好 对整个公司的运装也好 多了一个环节 这种情况下应该换人 或者掉到别的岗位